您好 歡迎收看十點不一樣 我是黃新化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遭到罷免之後 鮮少公開露面 但現在要投入浮選了 地上愛心便當 韓國瑜一貫的親民作風 幾乎完全淡出政壇的他 近幾年積極投身公益活動 記者要做這些事情 對 我們就是 其實說實在 我們是很希望去挖掘 拜訪 來到新北三隻徒步送餐 接著參訪當地的社副機構 儘管韓國瑜否認是付出棋手式 但國民黨公布的九合一助選團 副團長名單中確實有他 爭取提名的時候是搶籃球 當寶貝一樣 提了名選上之後是打躲避球 只要黨不行 我躲得遠遠的 那這個黨是沒有辦法強大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該做的工作 看來2022是扮演凝聚服選角色 不過提到高雄選情 他這麼說 高雄陳其邁當選連任 正常 柯志仁當上市長 奇蹟 高雄人要去選擇 我們要正常 還是要奇蹟 能否複製當年的寒流奇蹟 就判劃出去 票進來 而根據了解 預計最快10月底 就會正式出馬 先幫高雄小雞站台 替全台扶選 拉開序幕 至於綠營不斷繳人 簽不投降承諾書 韓國瑜再報金句 我講一句粗魯的話 民進黨是脫著褲子放屁 多此一句 我當總統我馬上護照交起來 我絕對不離開台灣 跟台灣共存亡 部長你也一樣 把護照交出來 混蛋了 萬一打仗跑了 那怎麼行 說著說著 自己提到了總統關鍵字 難道是準備出征 直球對決2024 市長如果2024 不不不不 你再彈下去 我告訴你有身份證號碼 不不不不不 不談2024有沒有局 但年底選戰 可不會少了韓國瑜 TVB的新聞崔仲群 葉豐偉新北報導 射銜對立委高嘉瑜施暴 林秉書一審判決兩年十個月 不要給我好不好 被羁押了226天 林秉書在今年7月 被裁定以80萬元交保 當時檢方針對他被起訴的 八項罪名 具體求刑三年 終於一審宣判 林秉書的律師 獨自抵達新北地院 而林秉書本人 因為確診隔離中沒有出現 但當初被起訴的是八大罪 但宣判結果卻增加到了13項罪名 當中包含他透露高嘉瑜 私密影片涉犯妨害秘密 在直播留言恐嚇 是妨害名譽和恐嚇罪 而在飯店拘禁施暴 則有傷害及強制 盗用手機PO文 涉嫌妨害電腦使用 而未造文書被分成七項罪名 這13項被判兩年十個月 當中傷害罪不能一顆罰金 剩下的兩年兩個月 可以上訴 法官認為林秉書 只承認部分犯刑 剩下都否認 而且辯詞換來換去 還夾雜指責犯人 暴露他人隱私的內容 最重要的 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 取得原諒 我們一定會請檢察官上訴 因為在檢察官所 求刑的三年裡面 最重的就是私刑拘禁 裡面有一年六個月 的求刑 但是因為這一部分 法官完全視而不見 這對被告來講 幾乎等於 輕判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樣子的判決 我們是完全完全不能接受 這兩年兩個月 林秉書只需要付78萬就能解脫 傷害罪八個月 而他的積壓期也幾乎抵消 這宣判結果恐怕還是跟高嘉瑜 當初期判的最高刑度有所差距 說要再上訴 而立委高嘉瑜也哭訴 法院判台情 立委高嘉瑜在律師陪同下 現身立法院對前男友林秉書 一審被判刑兩年十個月 無法接受 強調被害人有十多位女性 包括大學教授 法界人士 弱勢單親媽媽等等 沒有一個人願意出面指控林秉書 但她身為立法委員 必須勇敢站出來揭發恶行 種種的行徑都凸顯被告毫無悔意 這樣子一個惡劣卑劣的行為 我覺得法院應該要考量 種種的這些作為 甚至被告還一再拖延訴訟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行為 其實法院如果綜合考量 應該要求以最重的刑度 高嘉瑜當時被關在飯店內施暴 監方依八項罪名起訴林秉書 但其中刑度最重的私刑拘禁 法院判無罪 其實隔天立法院有假動 那黨團也要求一定要出席 早上的會議 但我完全沒有到現場 在這個過程中 我也不斷地哀求被告 能夠讓我到立法院 但也都沒有 那我很遺憾說 法官對於這個部分 認為說我沒有求救 就不算私刑拘禁 我覺得我們難以接受這樣子的理由 這個私刑拘禁這部分 所以那個為什麼判無罪 因為這部分已經有構成強制罪了 所以就不會另外再論私刑拘禁罪 這個在法律適用上面是完全的錯誤 所以針對這部分呢 法院是明顯的錯誤 這部分我們絕對會 請檢察官上訴到底 不滿潘太欽高嘉瑜將提上訴 希望二審法官能從重量刑 TVB宣傳王君的簡訊取李國偉台北報導 但您看到普京正式宣布要併吞了 烏冬頓內茨克 盧甘斯克 還有烏南的赫爾松 札波羅勒 現在都是俄羅斯聯邦了 不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再度重申 假的入俄公投 難以掩蓋併吞的事實 不過大陸的態度就相對曖昧了 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他表示尊重各國 對於主權領土的完整 不過話風一轉 再度批評任何借烏克蘭問題 影射台灣 都是別有用心的證據操弄 金碧輝煌的克里姆林宮 盛喬治聽 俄國政要西裝必挺 齊聚一堂 俄羅斯在烏克蘭四個占領區的領導人 就坐在第一排 普京馬上就要跟他們簽署協議 將這四個地區納入俄國版圖 俄國結束在烏東跟烏南佔領區辦理的入俄公投 立刻舉行一試宣布這些地區成為俄國領土 英國國防部統計俄羅斯這次併吞的土地至少有九萬平方公里 相當於15%的烏克蘭領土 俄國等於從烏克蘭手中奪走了相當於一個葡萄牙或是一個匈牙利的面積 國際社會強烈譴責 美國總統拜登表示 絕對不會承認俄國對這些地方的權利 聯合國秘書長也痛斥俄國 身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 並吞烏克蘭領土 在國際法上與法無懼 也違反聯合國憲章的精神 只是普京一意孤行 完全不管國際上的反對跟警告 一邊進行擴大俄羅斯領土的典禮儀式 另一邊持續重炮轟炸烏克蘭 民眾在烏军掌控的斷內疾克城市Bakmate 到一邊休閒夜不停 民眾只能通過炸弄破損的橋梁漢漢來往河流的兩岸 武宮建立起反對戰兩路 由來店的手部在對戰中閡大陸勝 裡面多一百方向的俄羅斯多士 而是韓國的俄羅斯領埠 在這三方向的玉獄 已經陷上了以歐克蘭給背景 與俄羅斯領培 是英文競爾早已往西方向的俄羅斯領培 是白無二零連路的代理 波村現在無二方向緣 由出口! 谈起俄罗斯前几天在盾内刺客举办的公投 居民说因为断网断电 对于公投的情形了解不多 包括蒂涅波罗 克拉马 托尔斯克 尼古拉耶夫等地在俄国纳入新领土之前都持续遭到飞弹轰炸 而在乌军新收复的哈尔科夫地区 扫雷团队则持续清理当地通往盾内刺客地区的道路 尽快扫除道路上的陷阱障碍 除了有利于乌军持续前进反攻 更重要的是让工作人员能够抢修电线网路 尽快恢复收复地区的电力供应 TVB的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俄罗斯一边采购点片 让外界认为是不是在为核战做储备 不过另外一方面又跟外界放话说 要跟美国面对面会谈核武器的条约 这是玩两面手法吗 交给品仪 来关注美俄关系 现在俄罗斯他们也被怀疑 是不是有在跟美国玩两面手法 因为他们说要跟美国就核军被控制条约 也就是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有可能是要促成双边的会谈 俄罗斯说他们考虑恢复这个议题 并且面对面可能性是有的 不过因为他们就说这个在俄乌战争之后 其实这是他们少数的外交协议之一 因为这个条约其实它是限制了美俄部署核武器的数量跟检查条件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在2020年之后 他们只检查了两次 虽然俄国是说他们对这个条约是比较开放的态度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被发现了 因为他们在21号的时候被发现他们局部动员 针对乌克兰进行的这个军事行动的升高 并且说不排除动用核武 甚至俄国的媒体 他们也引述了这个网站的报导 他们是说他们有意在四天之内 他们的政府会购买至少500万卢布的点片 虽然他们的政府都说 说是每年都会帮民众来购买 但是他们在2020年12月跟2021年的3月 其实也都买了相同的数量 只是他们说这一次跟过去的差异性 就在于招标的迫切性 主播 而再来看到普京罕见的说 动员令是个错误 因为错误动员了不服资格的男子 像是有孩子的父亲患有慢性病 或者是已经超过征兵年龄的人 通通都被抓去入伍了 必须要把错误纠正 而北溪二号昨天发生了爆炸泄漏 乌克兰根据当地的地震威力鼓损 相当于700公斤的黄色炸药 在当地被引爆 多国已经介入调查了 但美国媒体引述欧洲官员的消息说 在爆炸地点有看到俄罗斯的海军出没 俄罗斯通往乔治亚边界的道路还是大塞车 但下一秒 几名男子突然搬来栅栏 不过别误会 这不是要关边界 而是为了防止驾驶走路监察队 部分路段还以石头镇替代 形成罕见景象 俄罗斯的逃难车潮 现在长到连太空卫星都看得见 这名来自北高加索 达迪斯坦的少数民族 带着全家一起逃 这是因为普京的征兵令传出比例不均 更多少数民族被优先抓走当炮灰 原先想征兵30万的俄罗斯 搞到最后逃难的人 已经超过这个数字 逼得总统普京在镜头前认错 他坦言动员令出包 导致有白发苍脏的老爸爸 或是病人也收到冰单 未来会重新审核让这些人回家 必须择在每个这样的状况 отдельно 而如果 допущена ошибка 我 повторю ее нужно исправить 返回帮帮 тех кто был призван без надлежащего на то основание 与此同时 北欧的芬兰开出第一枪 宣布从30号零点起 停止俄罗斯观光客入境 不过探亲工作或留学 暂时不受限 对于这个措施 芬兰民众表示支持 目前欧洲最烦恼的 还是北溪天然气管线的 泄露遗云 这两条连接俄罗斯 和欧洲的管线 从26号起 陆续侦测到重大的外泄 没想到瑞典最新 又发现第四处的泄露点 让情况雪上加霜 各项证据表明 俄罗斯嫌疑最大 丹美国防部长周四 紧急前往距离 外泄处不远的 波河木岛 视察F-16战机 挪威也曾派军警 保护油管等设施 但似乎为时已晚 尽管俄罗斯打死不认 但要说天然气管 是因为自然灾害受损 可能性很低 这次事件出估已让25万顿的甲烷外泄 恐怕对气候带来破坏 有受乌乌战争影响 一些旅居外地的俄国人开始自我怀疑 向拉脱威亚因为在战后禁止俄罗斯电视播放 还拆除相关纪念碑 突如其来的改变 让当地俄罗斯人心情荡到谷底 不再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 TV新闻综合不导 而先见传出俄罗斯向北韩采购军事武器 引发国际间认为 是不是制裁出现效果了 俄罗斯的前线告急 不过现在俄罗斯跟北韩都跳出来说 这通通都是被抹黑的 想请再交给品宜 继续来看美俄之间的关系 因为现在美国他们又指控了 他们说俄国的国防部计划 要跟北韩来购买 包括火箭跟炮弹这些武器 不过这项说法是立刻遭到了 俄罗斯方面的否认 他们说他们根本都没有 跟北韩来采购军火 所以美国这些报道都是假新闻 因为像北韩 他们这边也有官员出来讲 他们说美国的说法不但是不实的 而且他们还说美国的行为 已经形同是在抹黑他们 而且也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北韩还说了 他们说北韩是开发生产 跟拥有军事装备 要跟其他的国家来做交易的话 都是主权国家的合法权益 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针对这种事情 来说三道四 不过美国的这一个 国安会的发言人科比 他们就说了 他说这其实是一个潜在的交易 而且他估计如果这个交易存在的话 将会是高达数百万发的子弹 火箭跟炮弹 但是他也说了 这也是代表普京他绝望的迹象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又说了 因为现在在乌克兰 他们最近也展开反攻 而且他们袭击了 俄国的这一个炮弹的补给区 所以他们估计 俄国应该有报销部分的车辆跟武器 代表的是西方的制裁 限制了俄国更换军备的能力 主播 继续看到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造访了日本跟南韩 但是北韩连续两天 三天都发射了飞弹环以颜色 贺锦丽就痛批 北韩当局是残酷且独裁的 发射导弹就是在挑衅 不过现在传出 北韩还要第七度核子试射 已经建在弦上了 而近几年 北韩试射的飞弹导弹数量 频率在今年俱增 也导致朝鲜半岛的局势紧张 而接下来美日韩 也要在东海举行反潜联合演习 周四晚间 北韩又射飞弹了 日本方向不及不取照稿念 可能是因为北韩过去五天 就三度发射飞弹 首先9月25日 一枚短程弹道飞弹 再来28和29日 都各射两枚短程弹道飞弹 方向一致 由西向东 落入北韩以东海域 南韩说北韩最新这次飞行高度50公里 射程大约350公里 很可能是在测试 KN-25战术弹道飞弹 而25日发射射程比较长 更可能是由北韩版伊斯坎德之称的KN-23导弹 北韩大动作狂射飞弹 可能是因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周四亲访非军事区 重化批评北韩 不过真正戳到北韩痛处的恐怕是美日韩军演 不过真正戳到北韩痛处的恐怕是美日韩军演 美日韩三十日起 时隔五年首次三边反潜演习 当人剑指北韩 反制前射弹道飞弹 而前四天美韩连演 美军航空母舰雷根号 更是停靠南韩釜山 南韩防长亲自登舰 五年来首度 美国航舰和南韩军队一起演习 南韩把握机会 大秀气弩克式直升机 以及战斗机起降画面 除了海空训练 美韩两军八月底 还跑到距离南北韩交界 三十公里的抱穿 联合实弹演习 包括九月下旬南韩自己的实弹演练 短短一个月就有四次针对北边邻居的军演 不过北韩早在联合国大会说 他们一点也不怕 不过南韩紧听北韩动作的同时 盟友美国和日本恐怕更在意另外两个国家 中国和俄罗斯越走越近 日本防卫省说 28和29日 又有中俄军舰共七艘成群穿越大鱼海峡 再次考验美日韩在印太海域的部署与合作 台湾把预计2023年的国防预算增加了13.9% 还有国防部近日也向立院提交了 2022中共军令报告说 大陆是严重威胁台湾安全的 不过大陆国防部也隔空警告 说台独不根除 大陆的军事反制一刻都不会停 解放军再释出最新军演画面 这次在南海水域派出鲜少曝光的 新型核动力潜舰长征18号 陆方宣称长征18号隐蔽信号机动能力强 可以采用静音梦框航行 摆脱敌方跟踪后展开攻击 与老猎手过招 常规手段很难奏效 必须出奇之设 大陆近来大大小小军演不断 还多次针对台湾 国防部近日向立法院提交 2022年中共军力报告书就特别点出 大陆严重威胁台湾安全 此外行政院预计将2023年 国防预算增加13.9% 大陆军方隔空开呛 台独不根除 台海无宁日 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 一无谋独的行径一日不止 我们的军事反制行动就一刻不停 台湾如何因应陆方军事威胁 美国态度是关键因素 美国驻北京大使伯恩斯 最新发言呼吁北京重启对话 让中美关系向前迈进 对此彭博社分析 美国正在努力让台海局势降温 TVBS新闻章志明 林明珍综合报道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受到恶物战争能源危机影响 这个冬天欧洲国家可能不好过 因为面临天然气短缺的问题 而现在在欧美国家呢 已经进入秋季的天气气温奏降 现在大陆生产电暖气 还有热水袋的商家都收到大量来自欧洲的追加新订单 走进浙江宁波一家做电暖气的工厂 所有人都在加班 和生产机器片刻不得闲 因为年初才刚下100万美元订单的德国客户 近期临时追加33万美元货品 同样是做电暖气 另一家浙江公司也收到欧洲大笔追加订单 企业负责人说 2021年整年出口做到1.6亿人民币 但2022年保守估计都能突破2亿人民币 欧洲市场是我们的主体市场 然后呢欧洲市场又是赚比较大的一头 大概是70%到80%的一个比例 一到八月份 茨西区卵器出口33.5亿元 同比增长26.3% 其中出口欧盟15.3亿元 同比增长55.2% 欧洲会大量下单 陆媒报道主要原因是 受到俄乌战争能源危机影响 许多欧洲国家都面临天然气不够用的情况 大陆制造评价又不用插电的热水袋 也在欧洲卖翻 有义乌商家说 销量整整比前一年翻了一倍 有单一客户一口气就买了200万个热水盖 再来看到极端气候发威 EN预风侵袭了美国佛州 目前统计至少造成了19人死亡 虽然现在风暴已经远离佛州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地区像这样都泡在水里当中 而且路上甚至还出现了游艇 而现在有200万户没有电可以用 深耐专家就警告了 因为风灾很多废水的处理厂被迫排放污水 恐怕会危害海岸附近的海牛生态 甚至导致生物大量死亡 EN预风威力夺惊人 看看空拍画面就知道 几十艘游艇小船在岸边堆成一座山 住家屋顶破洞 树木倒一片 这排房子更是全泡在水里 记者穿雨靴 踏在积水马路上报道 医院惊人雨量 许多地区12小时内狂降超过300毫米 还害佛州一间医院的家户病房 大淹水 160名病患征外受困 超过200万户大停电 只能用发电机勉强撑下去 但发电机吃油 所以加油站大抬长龙 伊恩逐渐远离佛州 重建工作刚要开始 但看看灾情最严重的麦尔斯堡 水依然淹到膝盖 远住还有房子 着火冒浓烟 一切宛如末日景象 这场风暴不止危害人民和财产 生态也可能遭殃 佛州超过10座废水处理场 因为淹水不得已排放没处理过的污水 现在专家担心 恐怕害大量居住在前海的海牛独四 TVBS新闻众后报导